第四个知识点 工程索赔类合同价款的调整事项 第一个 不可抗力 概念了解 不可抗力是三个不能 第一个 不能预见 第二个 不能避免 第三个 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比如说暴动 爆炸 罢工 地震等 比如因为疫情 还有前段时间我们郑州的大暴雨 这些都属于不可抗力 那出现不可抗力会导致工程停工 发成包 双方都会产生损失 那这些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 大家要掌握不可抗力 对工期的影响损失的分担 第一个 工期相应顺言 那因为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误了 顺言 如果发包人要求承包人赶工 那承包人应配合 应采取赶工措施 赶工费谁承担呢 谁要求的谁承担 发包人要求的 赶工费 发包人承担 那费用损失该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只记一句话 承包商只承担自身的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失 以及停工损失 其他的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关于不可抗力 价款调整事项 我们就记这一句话 再来强调一遍 大家跟我默默的读一遍或者背一遍 发生不可抗力了 工期顺言 承包商只承担自身的人员伤亡 还有设备损失 停工损失 其他的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我们来看具体的条款 第一条 合同工程本身的损害 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还有运到现场 用于施工的材料 带安装的设备的损害 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第一条可以总结为工程实体归甲方 工程本身实体要用到工程上的材料 带安装设备也即将成为工程实体 那工程实体归甲方 第三方的也归甲方 人员 机械各自单 发包人 承包人人员伤亡 由其所在单位负责 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那承包人 施工机械设备的损坏 及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所以承包人只承担自己的机械设备 第二句话是人员机械各自单 还有一句话 甲方要求归甲方 甲方要求是指停工期间 承包人应发包人要求留在施工场地 必要的管理人员保卫人员的费用都由发包人承担 这有一个应发包人要求 然后另外工程所需的清理修复费用也由发包人承担 这也归到工程实体这类当中的 工程实体归甲方 甲方要求归甲方 人员机械各自单 好了 不可抗力 要点我们就说到这儿 来看18年的考题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下列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的是哪个呢 A 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 这个是由发包人承担的 B 运到施工场地带安装设备的损失 即将成为工程实体属于工程实体归甲方 发包人承担 C 承包人的施工机械设备的损坏及停工损失 这个是由承包人来承担 人员机械各自单 B 停工期间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留在工地的保卫人员费用 甲方要求归甲方 正确答案选C 再来看14年的单选题 下列在施工合同旅行期间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由承包人承担的是 A 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人员伤亡 第三方的是甲方承担发包人 B 因工程损害导致承包人人员伤亡 人员伤亡各自单 承包人承担自己的人员伤亡的损失 工程设备的损害 这个不是施工机械 工程设备的损害属于发包人的 B 应监理人要求承包人照管工程的费用 甲方要求归甲方 所以这道题选B选下 第二个内容是提前竣工 港工补偿与务期赔偿 奖励是提前竣工给予奖励 那承包人务期了 那要给发包人相应的赔偿 对于奖励或者赔偿 双方应该在合同当中来约定 比如说每个日历天数 你每提前一天奖励多少多少钱 或每延误一天 要赔偿给发包人多少钱 比如说约定每天提前一天奖励2万 但是我们有上限的限制 双方要在合同当中约定 最高限额是多少 比如说不超过合同价款的5% 什么时间支付呢 这两个款项 一个是港工补偿 一个务期赔偿 不会在进度款支付 因为只有工程完工之后 才能够知道提前了几天 延误了几天 所以他应该列入 竣工结算文件 与结算款一并支付 如果发包人要求提前竣工 一定要事先征得承包人同意 然后并且双方一块商定 采取加快工程进度措施 修订进度计划 那由此产生的费用谁承担 发包人要求的 由发包人来承担费用 对于港工费用 这里大家注意 压缩的工期天数 不能超过定额工期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百分比大家要记下来 不能超过定额工期的20% 如果超过20%的 一定要在招费文件当中 明示给予承包人的港工费用 要增加港工费用 再来看这段文字 如果因为承包人原因 延误了工期 那承包人向发包人 支付物期赔偿费了 支付的这个物期赔偿费 仅仅是针对他 物期的对发包人的补偿 不能因此免除 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 应该承担的其他责任 那承包人不能说 因为我已经向你支付 物期赔偿金了 出现工程质量情况 我不负责了 行吗 不可以 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依然要承担 下面这里有一个计算 你的考点 关于物期赔偿 按比例扣减 如何按比例扣减呢 我们来看具体内容的描述 如果在工程竣工之前 合同工程内的某单项 或单位工程 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 且该部分工程接收证书当中 已经表明了 竣工日期没有延误 这里是某单项或单位 通过了竣工验收 而其他部分产生了工期延误 则物期赔偿费 应按照已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当中单项或单位工程造价 占合同价款的比例幅度预扣减 我们来看18年的这道单选题 某施工合同当中工程内容 由主体工程与附属两部分组成 这一个合同两部分 那主体工程的合同额是800万 附属是200万 合同当中对物期赔偿的约定税 每延误一个日历天数赔偿2万 延误一天赔2万 总赔偿费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5% 该工程主体工程按期通过竣工验收 只有附属工程延误了30个日历天后 通过竣工验收 则该工程物期赔偿费多少钱呢 我这样做可以吗 我用每天延误赔偿2万 延误了30天赔偿60万 这样做对吗 不对 那有同事老师你不对啊 因为这说赔偿费不能超过 合同总价款的5%啊 那合同总价款一共是1000万 1000万的5%是50万 你这60万超过50万了 那只是赔50万 选C对吗 注意不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这1000万的合同额当中 并没有全部都延误 只有200万延误了 那800万的主体工程按期通过竣工验收 所以这800万还赔吗 就不赔了 那正常都延误一天赔2万 那现在整个合同是1000万 那800万占1000万的比例 是不是占比5分之4啊 所以我们要扣减5分之4 用2万成为5分之这部分扣减 还赔吗 不赔 我们每天要承担物期赔偿 不是2万 仅仅是5分之1延误了 我们每天赔偿 0.4万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里知识点的意思 务期赔偿应按照已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当中 单位或单项工程占合同价款比例是扣减的 所以这5分之4 这800万对面的这部分扣减不需要赔 所以每天我只需要赔偿 用2万乘以延误的5分之1赔偿 0.4万 那一天赔偿0.4万 它延误了多少天呀 延误了30天 那0.4乘以30 选择是必选项12万元 那还有同学老师 我能不能直接用50万来乘以 5分之1呢 这样赔10万可以吗 注意不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赔偿还没有达到上限60万 我们不能默认按照上限60万 给它砍到50万 然后再5分之1考虑 不可以 做这类题目避免出错的方法 同学们这样 在讲义当中做好笔记 我们先算出一天要赔偿的金额 按比例扣减 把一天赔偿的金额算出来 然后再乘以赔偿的天数 这样计算标无稳妥 不会出错 按照我们刚刚这道节讲解 一天赔偿0.4万 那乘以30就是12万了 下面讲第三类索赔 索赔的概念了解 是在合同旅行当中 当事人一方非自己的原因 而遭受了经济损失或者是工期延误 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应该由对方承担责任 从而向对方提出工期费用 是可能都有 也可能有其中一项的 补偿要求的行为 索赔是一个正当行为 而且索赔是双向的 承包人可以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发包人也可以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索赔的分类 这个我们了解 按照索赔的当事人 那分为承包人发包人之间的索赔 还有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索赔 按照目的呢 索赔的目的就两个目的 要么给我工期 要么给钱 所以按照目的是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 还有按照索赔事件的性质 是工程延误导致的 还是变更或者是不可预见不利条件导致的索赔 这是索赔的分类 接下来重点是要求大家掌握教材当中 按照标准事工招标文件当中规定的 承包人可索赔的事件 以及这些事件能提出哪些补偿 提出的补偿 那包括工期费用和利润 教材当中一共给了索赔事件序号 一共25个事件 要求大家掌握每一个事件可补偿的内容 怎么背呢 调出这么多太难背了 那我们将这25条内容做一个归类 第一类是在这25个索赔事件当中 承包人只能获得工期补偿的就两件事 那这两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客观原因 发包人要承担的风险 第一个 异常恶劣气候条件导致的工期延误 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爱考 一定把它记下来 只能索赔工期 不能索赔费用 而不可抗力呢 不可抗力我们刚刚有讲了 那工期顺延 如果是甲方要求 应甲方要求留在现场照管 也能有费用索赔 费用补偿 所以不可抗力呢 我们这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当中 把它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单说工期 另外单说费用 现在这里讲的就是单说工期 因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 就是只索赔工期 工期的就两件事 然后我们再来看索赔费用的 有六个事件 这六个事件 我们分析一下原因是 只影响了承包人的费用 导致费用增加 没有增加工程本身的工程量 那就不会有利润 所以只补偿费用 我们一个来分析 第一件事 提前向承包人提交材料工程设备 那对承包人的影响 仅仅是增加了对材料设备照管的费用 仓储的费用 所以是费用索赔 第二件事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 那这个一定不会是发包人主观故意的 那把人受伤了 补偿医药费 安排其他人顶上来 对工程本身的工程量也没有产生影响 补偿医药费 费用 提前竣工 港工费的补偿 基准日后 法律的变化 这个风险 发包人承担 可以调整价款 可以进费用索赔 再来看 移交后因发包人原因出现的 缺陷的修复后的试验和试运行 这个我要单独给大家强调一下 是在事件当中续号21、22我们对比一下 21是移交后 发包人原因出现新的缺陷损坏的修复 是不是增加了工程量了呀 修复的量 而22是修复后的试验试运行 是对修复结果的验证 看看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了 这两个都是发包人原因导致的 但是没有工期补偿 原因是移交后 移交后已经完工了 所以不会产生工期影响 新的缺陷损坏修复 新的增加工作量了 费用加利润 而对修复结果的检验试验 这个没有再增加新的工作量 仅仅是费用补偿 没有利润了 是对修复结果的一个检验试验 只给费用 检验试验费的补偿 所以我们在刚刚讲的 这个事件 当我们看到修复后的试验试运行 只有费用 那不可抗利用 一分为二 导致的工期延误 只索赔工期 因不可抗利停工期间 监理人要求 照管 清理修复 那也是只能索赔费用 接下来 只能索赔工期 加费用 没有利润的 那原因是 非业主原因 或者非业主主观原因 也没有影响到 工程本身的工程量 但是属于业主要承担的风险 第一个事件 施工中发现文物古迹 那要停工 马上对现场采取保护措施 会影响工期 那会导致人员窝工机械闲置 但是是客观原因 这个不能索赔利润 工期加费用 第二个事件 施工中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也是客观原因 工期费用 工期费用的就两件事 文物古迹 国力物质条件 那其他的剩下的 我们都可以归为 发包人过错 发包人不作为 但是这两个 为啥没有工期呢 一个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移交后 出现新的 缺陷损坏的修复 发包人导致的 因为移交后 没有影响工期 仅仅是费用利润 还有一个 发包人原因导致 试运型失败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但是因为 试运型了 也是完工了 不会影响工期了 只能索赔 费用加利润 其余的 我们没有讲过的 剩下的其他事件 都归为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大家去看内容的描述 都是因发包人原因 什么什么 那这些 三个 工期费用加利润 都能索赔 这里有两点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有利润索赔 那必然存在着 费用的陪伴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要注意题目的问法 问大家 是可以索赔工期 还是 只能索赔工期 如果 我们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提干问说 只能索赔工期 正确答案最多几个 正确答案最多最多 就两个 一个 遇上恶劣气候条件 导致的工期洋物 一个不可抗力造成的 但如果问大家 可以索赔工期呢 那 选项可能两个 可能三个 也可能四个了 所以做题要注意 认真审题啊 一字之差 答案的数量 就可能不一样 下面针对 这25个事件 按照我们刚刚归类的 我带着大家练一遍 同学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也要按照我这种方式 你每周 或每隔一周 自己把这25个事件 按照我一会儿讲的方式 过一遍 那 在考试出现这个知识点 大家就不会丢分了 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对案例影响也很大 第一个 持延提供图纸 谁提供图纸啊 发包人 那发包人 持延提供图纸 属于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二 施工中发现文物古迹 客观原因 八包要承担的风险 停工 保护现场 人员窝工 机械闲置 费用 客观原因给利润吗 不给 C 持延提供施工现场 和持延提供图纸 一样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四 施工中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和二一样 客观原因 发包人承担的风险 工期 加费用 五 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设备 那增加的仅仅是对材料设备的照管的费用 仓储的费用 费用 所赔 六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不合格或持延提供 或者是变更交货地点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过错 不合格 三个都能赔 七 承包人依据发包人提供的错误资料导致错量 放线错误 又是发包人过错 三个都能赔 八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 虽然这个前面也说发包人原因 但是 这个并不是三个都能赔 这个要注意啊 虽然也说发包人原因了 这个不会是发包人主观故意的 那只对受伤人员补偿医药费 可以安排其他人顶上来 不会影响工期 也没有增加工程量 而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说发包人过错 发包人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还有两个事件 不影响工期 就只索赔费用和利润了 九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这一条 一定有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老师 这不仅仅是工期延误吗 为什么能索费费用和利润呢 大家想 发包原因造成工期延误 会导致承包人影响工期没问题 那人员窝工 机械闲置 会有费用 那如果延误工期的这段时间 承包人 大家想 如果你工期不延误 工程早早 如期完工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承接其他的工程 赚更多的钱 现在因为你延误了 那这个工程没法收尾 我还没有办法去赚其他的钱 所以要给利润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再来看第十条 遗产额里的去候条件 导致的工期延误 这是必须背起来的 只有工期 承包人提前竣工 赶工补偿 费用 十二条 发包人暂停施工 造成工期延误 和第九条一样 三个都能赔 十三 暂停后 又是发包人原因 无法按时复工 三个都能赔 十四 因发包人原因 导致承包人反攻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十五 监理人对已经覆盖的 隐蔽工程 要求重新检查 且检查结果合格 对于隐蔽工程 隐蔽后 监理人有权 随时要求 承包人在剥离 重新检查 那重新剥离检查 会影响工期增加费用 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呢 我们要来看 玻璃检查的结果 若是合格的 三个都能赔 发包人承担 若不合格 就承包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第十六条 因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 造成工程不合格 那这个也是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十七 承包人应监理人要求 对材料设备和工程 重新检验 且检验结果合格 这个和十五条差不多 三个都能赔 十八 基准日后法律的变化 费用 加款调整 十九 发包人在工程竣工前 提前占用工程 也是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二十 发包人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 发包人过错 三个都能赔 但是这试运行了 会影响工期吗 不会了 所以仅仅是费用加利润 二十一 移交后 八包人原因出现 新的缺陷损坏的修复 移交后不会影响工期 费用加利润 但是修复后的试运试运行呢 仅仅有 费用没有利润了 二十三 因不可抗力期间 应监理人要求的 照管清理修复 不可抗力的 费用 二十四 不可抗力工期延误 只有工期 二十五 发包人违约导致承包人暂停 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同学们课后 也一定按照我这种方式 可以听完课之后 自己印象最深 就按照空白的表格 添一遍 按照空白的表格 添一遍之后 然后就和标准答案 教材当中的那种来对照 哪个错了 就重点记哪个 只要大家在考前能够反复重复 七到十遍 就一定可以把这个知识点彻底掌握了 知识点讲完了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 要求 把证据答案找到 然后每一个选项 可以获得哪些补偿 都要判断出来 根据标准施工招待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下列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可以同时获得工期和费用不偿的事 A 8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 这个只有费用不偿 B 施工中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客观原因 8包人要承担的风险 工期加费用 这是对的 C 承包人提前竣工 只有港工费 费用不偿 基准日后法律的变化 只有费用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再来看这道题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下列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可以同时获得工期费用和利润不偿的事 三个都能赔 A 施工中发现文物古迹 客观原因 公期加费用 没有利润 B 8包人延迟提供建筑材料 8包人获错不作为 三个都能赔 C 承包人提前竣工 赶工费的补偿费用 B 因不可抗力造成公期延误 只能索赔公期 所以答案选的是B选项 再来看18年的单选题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下列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只能获得费用补偿的事 A 发包人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设备 材料设备照管仓储的费用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B 因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造成工程不合格 三个都能赔 C 发包人在工程竣工前提现占用工程 也是三个都能赔 B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工期延误 只有工期 答案选A 再来练一个多选题 下列索赔事件引起的费用当中 可以获得利润不长的 A 施工中发现文物古迹 客观原因只有工期和费用 B 延迟提供施工现场 8包人不作为 过错 三个都能赔 C 承包人提前竣工 只能索赔费用 D 延迟提供图纸 三个都能赔 E 基准日后法律的变化 只有费用 所以这道题 可以获得利润补偿的 只有B和D 两个选项